今晚,足鞋杯半决赛第二场争夺结束,北京国安客场3比0战胜广州复利,一两回合总比分8比1顺利进军决赛,在决赛中,他们的对手是山东卢能。 这是双方,22年后,又一次在足鞋杯决赛中相遇,这场比赛,没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,因为,首回合的比分是5比1,四回合复利又派了一个半替补阵容,这样的对决,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。 不过,这场比赛复利方面,也不是准备束手就擒,特别是在上半场最后十几分钟内,利用定位球频频离写北京国安的大门。 在雷纳尔迪尼奥不在场上的情况下,为复利法定位球的是老将卢林,只见他,右脚起球,皮球准确地找到了队友,只见他,左脚起球,皮球的落点又很理想,左脚,右脚,你没有看错,卢林的左右脚,都十分出色。 我们一直强调清训,清训,清训,但是清训出来的球员,为何就不理想呢?清训,真的难吗?那要看你培养什么样的球员了? 培养奥斯卡,拉维奇这样的球员,对于中国足球来讲,太难了,但是,培养卢林这样的,也难吗? 我们的要求不高,就要求传球靠谱,左右脚均衡,停球靠谱就行,而这,通过苦练,完全可以达到的,看看卢林,难道他不是中国球员,通过复利的定位球,也暴露了国安的弱点,防空能力太差,要知道,山东鲁能有一个配来,他们的战术也是以配来为之点,进,行高空轰炸,就国安这个防空能力, 在足协杯决赛的舞台上,是不是选了点呢?不过,国安也不用过分担心,只要少给卢能定位球就行了定位球,一般塔尔德利跟浩俊敏主罚,因为,卢能的两个边路传中,也不怎么靠谱,这时候,是不是就感觉到了像卢林这种球员的重要性了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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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